自强后 疑似看其他旅客不顺眼 不但口出恶言 还出手攻击 列车长前来制止 但嫌犯不理会 最后遭到铁路警察逮捕 被殴打的旅客也决定提高 台铁列车上 一名男子情绪激动 就算列车乘客拿灭火器阻挡 但男子不罢休 眼看爆发斗殴冲突 列车长赶紧劝阻 但男子完全不理会 在列车车厢上演 推及拉扯 也吓坏其他旅客 事发在十六号上午十点多 台铁116次台南 开往新营的自强号列车 当时这名红性男子 一次眼看旁边旅客不顺眼 先是跟对方发生口角争执 随要出手攻击 就算列车长前来制止 但男子就是不听劝 最后请出铁路警察 将人带下车依法侦办 本手立即派员前往处理 经询问站方 该名旅客已自行跑至第十二车厢 前驭逃下车 远警及时逮捕 将洪显纳依伤害现行犯解送 好在被害人仅有手部跟肩膀受伤 没有大碍 事后也决定提高伤害 只是依次看旁边旅客不顺眼 就在列车上动粗 现在招待不送办 原本开心搭车 如今因为暴力事件变了调 既有黄富奇台湾报道